第101 这叫做黄柏 这样叫柏木 这个 这个柏木写上去 大家还看不懂 你要知道黄柏 这个黄柏呢 是也在金方里面 被张仲敬选用的药 那黄柏呢 他组五脏 肠胃中结结黄胆啊 下粒 黄柏用的非常多 尤其是小便痛 小便刺痛 那黄柏效果很好 膀胱的热 肾脏的热 肾脏有结实或者是跑痛 我们这个三黄汤 我们黄情黄连 黄柏 黄柏的使用 非常的广 那也叫做川柏 因为四川 成了五个四川 最多 那这个药呢 为苦幸寒 所以只要是寒凉的药 都可以解毒 都可以杀菌 都可以这个 这个 这个去热 所以说黄柏呢 是除热杀虫的药 好 坚慎 异应 他除了 除热以外 他可以滋阴 滋补的 有滋补的功能 滋补的功能 滋补的功能 所以黄柏呢 是很好使用的 他这个颜色 这个木 那个树木拿起来 披下来的黄柏颜色 就是黄的 鲜黄的 很亮 鲜黄的 那 因为他是寒凉的药 姓寒 所以说你看 曾泉说 男子阴尾 即镜上有身仓 身仓 还有妇女呢 那个月经 男的时候下 一块一块 像鸡干一样 那个血块 反正湿热的热疮 通通可以使用 只要是热症 通通可以使用 那这个朱丹熙呢 他有讲 这个 跟姿母 跟仓竹 怎么搭配 怎么样子去 比如说 为什么可以搭 怎么 这样搭配 我举个例 比如说 黄柏是去热的 仓竹是去湿 所以你湿热 他就可以 两个药 一个去热 一个去湿 你就放在一起的话 他是不是除湿清热 对不对 那很多 阳尾啊 就是湿热 就造成这样子 那你可以用这个 诸如此类的 所以药物的选择呢 就是看他的药性 然后看他的药性 那所以说 过去呢 这个南派 他们用风水单 也可以用黄缚 用甘草 用沙人 然后把它撇起来 这个风水封得住封不住 我刚才封不住啊 你看我军方 我封水给你看 一封就封住了 那在封之前 要把火点着再封 然后我们会慢慢会介绍 那这个黄缚 对我们来 军方在用的时候 只是效应 去热 去里热 我们在使用 平常我们的风水 我们不会用的 这个力量不够 力量不够 好 那 那 这个 一 二 二